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个问题 我是一个重症的精神病患者 控制我的灵性 我在做功课 念每种经文之前 我在跟菩萨报我的名字的时候 总是被灵性控制 把我的名字报错 把就是比如说那个融字 比如一个融字 经常过程诸 或者就是念成别的字 那这样事的话 这样这样的话 关心菩萨会 就是我做的工作还有效果吗 有 你以为你一个名字 就能代表你的灵性啊 灵魂啊 你跟菩萨讲的时候 菩萨能够看你的灵魂的呀 不是听你的名字的了 听懂了吗 那就算是三个字中 拖了两个字也没有关系吧 没关系的 你就是很多人你要看的 你当然报名字最好 你如果实在不能报名字的话嘛 你真的你说我某某某 菩萨也能看见的呀 这是心诚则灵呀 对 台长 我再问个问题 就是我签小房子的时候 我的落魂 吃落魂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的手被控制 我感觉说您不是我在签 是人心控制我在签 那这样事的话 那个小房子也一样有效果是吧 有效果的呀 只不过他拿的呀 对 就是给他念 但是 但有的时候是给别的王者念的 他也拿去了呀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 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 我是女的 控制我的灵性好像是个男的 怪不得你的声音 出来有点像男孩子声音 明白了吗 那女的呢 女的没欠情在呀 上辈子还要讲啊 我知道 他要拉我下去 他让我再问个问题 就是我 往往我被控制的时候 我念不了经 有的时候 明明不该困 或者一酒没睡 我就困得念不了经了 这样的话 我怕我如果 就是又不能念 就是又不能睡觉 这样如果拖太久的话 万一当中有两个 有个两三天 没念出来小房子 我怕我就被拉下去了 那么如果我被控制了 困得不行了 念不了经 我可不可以用 追刺骨的方式 找个追刺骨的方式 在大腿上一打 把自己 追醒 这样是的话 会不会伤到灵性 是不是不太适合 不好 不好 最刺骨 这种都是在伤害自己的肉体 没用的 你要 你要跟他 你要把小房子念掉 还给他们 他就走了 明白吗 我就怕他控制我 太厉害了 万一我动不动 困的时候 一困 我就念不了经 然后我要睡觉的时候 他又捅过我 我受不了 又不能念经 又不能睡觉 你受不了的话 那你就是前世的时候 你让他很多事情受不了 听得懂吗 我知道 我上次把他害得自杀了 现在知道了吗 所以他怎么不来报仇啊 你心中都明白这些事情啊 明白了吗 他就是来报仇的 所以你现在觉得 是不好受了 控制不住了 那你过去 你把他人家逼得自杀 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罪了 忏悔啊 明白了吗 我感觉他控制我 我忏悔不出来 忏悔不出来 忏悔不出来 你就讲 直接讲 你不念大理佛 念不下去 你就跟观世音菩萨说 天天跟观世音菩萨说 对不起啊 观世音菩萨 我错了 我一定改啊 请观世音菩萨再给我机会啊 请观世音菩萨跟我的灵性讲 给我机会 让我改 只能这样讲啊 我就是想改 我也念礼佛 但是念的经常都是效果不好 因为控制的时候 咱念 真的 他搞你搞得很厉害 他还弄你妇科 你自己现在知道了吧 拥有一个身体啊 是来受暴啊 谁人叫暴声啊 听得懂吗 自己好好的学佛啊 我告诉你啊 善有善暴 恶有恶暴啊 你现在知道痛苦了 你让人家痛苦的时候 你不知道啊 我都不知道 问题你 我只知道 问题你前世就是这么弄人家的呀 明白了吗 我 我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说我把他害得被杀了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把他害的 是我逗他 还是我骗他 还是怎么样 你就是上辈子的事情啊 他跟着你啊 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 很多关到监狱里的人 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 所以才被他抓进去了 听不懂啊 是 好好的改正是唯一的方法 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神经病 我告诉你 神经病就是 灵性在身上呀 你有本事吗 叫他 请他慢慢的走吗 就是要念经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太长 我想问问问题 去年我在工厅堂的时候 我 我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怎么念经 我都 对不起 如果您先反 就是 我不知道我问他 应该 如果不应该的话 您可以 让我把电话挂了 我觉得 我真的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就是 有个师兄曾经梦到 说 他是得到了一个念念 或 你可能是一个声音 但是梦都没有看到苦涩 说我这个邻定 如果超出 超出手的话 要 两万张小房子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真的 有可能的 这么厉害的 你把人家弄死了 他要你两万张小房子 也不算多 听懂了吗 好好去 好好去还债吧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人在照音的时候 不知道果报来的 所以不要随便照音啊 因果如影随形 听得懂吗 那台长 他为什么是男的 上辈子 我是男的 他是你的 我把他害得最大 他是投过胎了 还是没有投胎 他就可以变成男的 就在那搞我 他 很简单咯 他现原型呀 他现原型 你比方说 他上辈子是个女的 你把他害惨了 对不对呀 好 他到了下面了之后 他在投女生的之前 他也是个男生呀 听懂了吗 他可以选择男生 那么在下面 就比较strong 就比较强壮一点 也可以选择女生 这女生的女鬼的话 在下面 可能更苦啊 男鬼的话 还有点自由啊 还比较强壮一点 所以他情愿选择男生呀 听懂了吗 就是上辈子他 害死之后 他还没有投过胎 他就可以变成男 男鬼来 对呀 对呀 他因为男鬼比较有力呀 因为他的 他投女生的再前一辈子 他是男生呀 他可以选择任一个生 就像你可以选择 你过去穿过的衣服 再穿起来不了 哦 我知道 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修了 小妹妹呀 对对不起 你太长 我可以再摸到一个问题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 那 那两万张是去年 大概七月份的事情 那个师兄梦到的 但是我现在这当中 已经念了 至少一千多张小黄 一千五百张 那我可不可以 那我现在是不是 必须要许愿两万 那我不许愿 我就直接念 二十一张一波 二十一张一波 这么念 慢慢的念 行吗 不许愿两万行吗 哎 先许愿一点大的吧 你先许个五千 然后再五千 再五千 再五千吧 先许个五千吧 好吧 哦 满足她一点了 好吧 家里有人 有亲人会念吗 有亲人会念 但是 是我妈 您可以 您可以跟我妈 开诗两句吗 因为我妈 她以红法为重 她天天在群里 勘勘勘勘勘 她每天给我念 两张小黄子 她自己的小黄子 念了很早 她觉得红法为盗 那当然了 她红法她有功德 以后转给你 你好得快呀 比小黄子还快呢 听懂吗 嗯 乖一点了 小女孩 我告诉你 你乖一点了 你这条命迹 就是小黄子留着的 否则的话 早就把你带走了 你把你拉下去之后 她还直接把你 送到阎王爷这里去了 听不懂啊 要送到阎王爷那里 我是不是要下离别啊 呵呵呵呵 你知道就好了 呵呵 听懂了吗 现在能够留你一条命 就是因为你一千多张小房子啊 还不懂啊 我 我好好的改毛病啊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我告诉你 天往灰灰啊 疏而不漏啊 只要做坏事 一定会有恶报的 听不懂啊 我 我我我我 我讲话听懂了不了 我 我我知道 那我妈给我念的小房子 可不可以算在里边啊 算 当然算了 当然算了 那那我妈还是应该以 护群 勘群 在群里做 做义工 做管理员为主 然后 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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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护群 勘群 多做功德 阿弥陀佛 听懂了吗 哦 那 就是 就我这种情况 是 是不是不太适合 用多做功德 来减少小房子数量 小房子数量不能减 但是功德 可以保住我的命 对啦 你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明白了吗 好 是 啊 现在聪明了 明白了吗 哦 好了 啊